講起來王建民 我想大家都是一起看著他 算是看著他長大吧 因為他在美國大聯盟 打拼這麼多年下來 真的是 幾度風光 也幾度低潮 曾經是台灣之光 楊基的第一號先發 頭號先發 但是他也曾經 因為受傷開刀啦 還有就是外遇的風波 而跌到了谷底 這一次重登大聯盟 對這個曾經有過500萬美元 身價的人來講 現在只拿50萬美元 你是怎麼看 劍仔的未來會如何 我覺得我們採訪棒球的記者 常常會說 把場上的事情 歸於場上 他的私生活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們當然 我們只看他的專業表現 就劍仔現在來說 我們不要談太遠的未來 讓他的當務之急 就是先投好下一場 因為他下一場的對手 是游寄兵隊 游寄兵隊 他們最著名的就是 很瘋狂的打線 瘋狂的打線 對 他們每個人都可以 很會打出外安打 那這可能是王建民最大的考驗 如果他還是能撐這麼長的局數 為球隊撐住大局的話 我們想必他的前途 一定是一片光明 真的 你非常有信心 對投手的考驗真的很大 也就是所謂要有真的很強的心臟 很高的智慧 去做全場的判斷 那就先把場外的事丟到一邊去